全球通膨危机 美国通膨率今年9月 飙到8.2%高于预期 但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仅遇出惊人 被问到美国其中选举选战 裴洛西先是摆明 选战和通膨无关 急着转换话题 更举例欧盟 英国的通货膨胀率 都比美国高 还强调选举斗争 重点不是通膨 而是生活之初 裴洛西此话一出 立刻引起各方争议 佛州共和党议员怒批裴洛西 家里装了要价台币77万的冰箱 装满高价冰淇淋 竟然说得出要转换通膨话题 这种话 另一名喜剧演员也批评 裴洛西认为大家太愚蠢 不懂通膨直接影响生活成本 事实上随着通膨加剧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人现在的理想退休金 必须准备高达125万美金 约台币4000多万 比去年大增20% 更有25%的受访民众表示 将延后退休 同膨日常开支大增 都让日子越来越难过 记者综合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